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为您探索在香港旅游世界当中的珍奇秘密 今天我们的焦点要锁定一个香港最著名的地标建筑 也是香港最著名的旅馆之一 香港的半岛酒店 其实台湾这几年流行和下午茶 好几年之前当台湾的旅游还没有这般发达 很多人就跑到香港去香港喝他们的下午茶 而最吸引之处就是半岛酒店的下午茶 它的奇特的整个的气氛 以及非常优雅的整个餐具 让它保存了足足有非常长远的历史 当然名人名流都不断在这里面 就是为了下午茶的整个的享受的气氛 其实半岛酒店的确在香港的文化 以及旅游历史上占据了一些非常不可磨灭的地位 它的历史足足已经有85年之久 当初是一个英国的家族来香港开设 同时随后他们以半岛之名 在国际间也广设了好几间酒店 不过最出名的 而且第一家正是香港的半岛酒店 这么久的历史 当然它也要有一些创新 创新当中包括如今屋顶上 可以开辟直升机旅游 而且整个场景还曾经被电影《蝙蝠侠》直接拿来当作拍摄的实景 半岛酒店如今依旧是在香港 是最受欢迎的观光大酒店 它如何在这个久远的历史味道当中 保存了不断的创新的味道 而吸引不断的旅客游客上门呢 它的秘密在哪里 如今我们终于有机会进去里面一探究竟 香港半岛酒店的Panisola 全球第一个以半岛命名 也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饭店 七厘九龙南端至今85年 不败的地位从这个同样具有85年历史的大唐茶室开始说起 普通大吊灯 76个人面浮雕 古典雕花廊柱 紧接高贵的海军兰座椅 不难看出保有的原味建筑与气派 三根点心的下午茶是半岛的招牌特色 小黄瓜三明治 英式松饼司共 蓝莓甜点卖了超过50年 月明星都爱来这里喝下午茶 让香港半岛更有引人茶座之称 维持老英国殖民的传统 纯银餐具70多年来都由同一家厂商制造 要不在半岛可能还找不到这样的享受 也因此让这引人茶座永远高棚满座 走上这怀旧的红色地毯 进到楼上的客房 除了无敌的海景 古早味的望远镜 宽敞房间与欧式壁炉 高科技的配备 的经验除了在酒店里面去享受到之外 将它与香港的关系拉近些 怀旧与创新并存成了香港半岛的经营特色 中国人相信的风水这里也有 从海景房往下看 中庭水池的水往内流 代表裁员滚滚进来 车道从右近左出 觅食中的方向 意味着前朝不断 海景房上方顶楼 更有个全香港唯一的超级创新服务 我们今天要带您乘坐直升机 鸟看整个香港 数分钟航程俯探维多利亚港 过去半岛的停机坪 只给重要贵宾或大明星使用 2007年年底首都破例 让电影《蝙蝠侠2》 在这里拍摄取景 这一幕献煞香港五星级酒店 更电定半岛在香港酒店业的领先地位 2009年7月底 可以官方攜手宣布开放停机坪 成了香港观光缆客新噱头 价格以人次计算 不是房客也可以搭乘 尽管一趟7000块港币 依旧有人抢着坐 半岛酒店的外国 一般从高空一览无遗 但其实制动地标一开始 并非如此壮观 1928年成立之初 半岛只有前方这H型的建筑 楼高只有7层 各有者是英籍犹太人 家道里家族 家道里家族以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团为名 在全球盖了10间半岛酒店 香港是第一家 也是最有名的一家 20年前半岛在饭店后方进行扩建 盖了30层的新大楼 才有了今日的半岛风貌 前方85年的H型老建筑 现在成了香港的一级古迹 距离员工也很资深 多数员工年资超过20年 而现在半岛酒店最老的员工就是他 在半岛工作将近一甲子 调整是Johnny 1960年代从门房的实习生做起 当时他才14岁 他说当时能进半岛酒店是家族荣耀 不到两分钟就能调出一杯美酒 Johnny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杯调酒 是电影《乱世佳人》男主角 克拉克·盖博教他的 你喝的先生叫我 我一个学校车 我来工作加工参照 非常适合女生 经过无数大明星 Johnny在半岛服务56年的故事 也成了媒体报道题材 他的际遇 半岛与大明星的故事 在如此英国殖民风情的老酒店 更显得与众不同 而半岛怀旧风情的创新手法 还有这个 七年前半岛特别向英国劳斯莱斯打造了 14辆加大加长版的老式古典汽车 车身骑上半岛专有的墨绿色 专门接送半岛的房客 机长来回一趟旧药2900元港币 碍于半岛以客为尊的规定 酒店内多处无法仔细取景 但这香港天字第一号饭店 在英国殖民背景的加持 创新引领潮流的经营 稳稳立足湘江85年 这座地标建筑在尖沙嘴写下的不败传奇 未来还会继续